2023年11月18日 民运人士沈丽勇先生 在X上发帖披露 著名的南京异议人士 沈丽先生去世了 具体死因正在何时中 沈丽勇随后在推特上 进一步通报了 关于沈丽死亡的消息 11月17日中午一时许 南京玄武分局国保一帮人 便闯入了沈丽的家 随后临里就听到了 房内有打斗的声音 下午2点44分 沈丽被送入江苏中西医结合医院 5点45分 医院出具了死亡报告 16日上午10点44分 他的家人还与森林通话 森林一切正常 他三天前刚刚做了全面的体检 身体一切都好 昨天晚上家属被国保传到医院 家属要求建遗体 国保不让建 今天凌晨3点多 才放家属回家 许诺今天下午2点 可以看遗体 目前森林的遗体 由南京国保控制 已经从医院转移到了南京西天市林园 据森林的朋友称 这几天森林的推特一直在转发 美国抗议者 美国抗议啊 也就是海外民主人士抗议习近平访美 以及一些小粉红丑陋的表演 昨天呢 他还发现 森林啊 推特已经一天没有更新了 立马电报呼他 没有了回应 微信呼他 也没有回应 最终在推特上看到了森林被死亡的消息 这位朋友说 森林是一位非常正义 有血性 他既恶如仇 为人非常的清爽 公开报道显示 森林于1955年4月15日出生 现年68岁 江苏南京人 他的网名叫杰木 杰啊 就是杰兰一生的杰 1998年 曾经在南京电视台工作 前南京京日商报社大都市专刊的主编 因撰写评论文章 真编实弊而被解职 自2006年10月起 森林就以博讯网 吴江界等公民记者的身份 大量采访报道民间维权事件 2007年5月 森林在天安门录制 上传了一段向澳委会 澳主委申请采访报道 奥运会的视频 触碰了中共的敏感神经 后他被判刑四年 2016年他又被控在网上发布和转发一些带有建立民主中国继承三民主义等内容的正能性文章 在南京某小区的党员大会会场高呼打倒共产党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再次判刑四年 这次习近平访美 森林在推特上发布了大量访共人士抗议视频 外界推测 他被国保上门估计与习访美有关 国保让他删帖 他不从争执一致发生了欧斗 近期森林还积极参入 拆强运动的语音聊天活动 上周六 森林在空间会议上告诉大家 有可能近几天南京国保会去找他 他预测到南京会对他下十手 神力荣先生说 森林太刚烈了 森林出生在中国一个红军的家庭 应该说他是一个红二代 但他遵求真理 对中共的本质认识得很清楚 并坚定的抗争 民运人士沈良庆先生在社交平台发文 说警方为森林死亡的事 对他进行了登门警告 不许妄议要求三天 他奉而答复 朋友死得不明不白 还不能让人说话 还说要求查明真相 追者是公民的权利 希望国保们啊 这个换位思考 如果你的亲友莫名其妙的死了 你会怎么办 帖子不删 抓人也不删 闻则自负 沈良庆先生也是我的朋友 我曾两次采访他 他为人也是非常的刚烈 当然他跟森林 他更聚重于周旋和技巧 我跟国保说 这是沈良庆先生的话 森林之死对我们这些 长期跟国保打交的人来说 是息息相关的 二十大前 中共对异议人士的迫害 是持续的 还有所折掩 即使杀害李旺洋 还不忘伪造自杀的现场 但今天习近平政权 已经不伪装了 赤裸裸使用暴力 公然将森林打死在家中 这是中共的强大吗 不 这恰恰暴露了习近平政权的 极度恐惧 以致为保政权 已经无所顾忌了 民主人士吴祖来先生在他的文章 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双向的 他这样写道 当年罗斯福总统提出著名的四大自由中 其中一条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原来这一条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国际关系领域 现在免于恐惧的自由被广泛引用 语境和语意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比如当下中国人讲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主要针对的是免于政治迫害的人权保护 斯大林喜欢一句名言 如其让人敬爱 不如让人恐惧 这句名言被践行 几乎贯穿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过程 把人民分成阶级 进行舒适的斗争 对整个既有的社会秩序进行颠覆与革命 一日不停的制造革命斗争 全面制造红色恐怖 中共执政后 从50年代的三反五反到反右文革 再到文革结束后 反精神污染 反自由化 六四 以及后来针对政治异议人士 维权者的残酷镇压 制造了无数的冤狱 几乎每十年就会启动一次大规模的镇压活动 一方面给整个社会制造了恐惧 另一方面也给他们自己制造了恐惧 给社会制造恐惧是人能自危 谁都不敢出头说真话 更难以付诸行动 得暴政恶政进行有组织的反抗和抵制 给中共自己制造了怎样的恐惧呢 就是他们害怕一旦政权被颠覆会遭到整个社会的政治清算 大量的被迫害的人会被这些会对当权者进行清算 或者说进行清算正义 东欧巨变的过程中 那些暴军的下场 让每一个造恶的中共当权者心惊胆怅 他们突破人伦底线 目的只有一个 让人能畏惧 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之举 这种重压的结果是什么呢 专制之下 人们没有一切自由 那么人能都成了逐利的动物 人心道德被普遍破坏 自然环境 社会生态同样被破坏 当局因为可以动用一切方式 手段维稳 所以可以更多的制造冤狱 更多的突破底线 维稳能源与维稳经费水涨船高 最后会在何时何地 突然断崖式的淡裂 谁都无法预测 当权者因此非常恐惧 认为如果出现颠覆性的革命 谁也无法承受其重 人与狼在黑暗中面对面 相互恐惧住 当然了 现在主动权在当局手中 当局如果要让自己免于真正的恐惧 就应该开放社会 如果当局一心一意 让整个社会沙漠化 或者说原子化 风卷狂杀之时 就难免欲死俱焚了 当秦始皇到 从秦始皇到大清当局 谁会意识到强大不可一世的王朝 会在一夜之间 灰灰烟灭了 当局应该意识到 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双向 当局让社会免于了恐惧 自己也就可以免于恐惧 当局让整个社会非常的紧张 让这个社会非常的仇恨 当局者也变得越来越危险 变革者让当局免于了恐惧 变革者也有了更大的空间 应该说 吴祖来先生的文章写得很深刻 的确免于恐惧的自由 历来都是双向的 但也都有临界点 一旦政府的逼迫越过了临界点 恐惧就不再成为恐惧 而变成死不可挡的洪流 这就是古人所云 名不畏死 奈何一世俱之 也正如美国独立宣言 宣言所称 过去的一切经验都说明 人和苦难 只要上人忍受 人类都宁愿忍受 而无意废除他们 久已习惯的政府 来恢复自身的权益 但是当政府一贯滥用职权 抢取豪夺 一变而一成不变的 追逐这一目标 足以证明他只在把人民置于绝对专制 统治之下 那么人民就有权力 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 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离来顺受的情况 也是他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 神灵死了 神灵死了 他是与中共热权战斗时 死的 他没有丝毫的畏惧 以自己的死 捍卫了民族自由的理念 以自己的死 嘲笑了中共政权的落落和恐惧 一个连70岁老人都害怕成这样的政权 以至于要杀人灭口的习近平还能熬多久呢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